你鼓励弟兄姐妹的话 有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呢 你也愿意去宣教的 但是你愿意接受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祷告 这些弟兄姐妹 经历了这个短圈的这个洗礼 也带着这个在西墙祷告的恩高 你们可以走到前面来吗 也愿意让我们为你祷告和祝福吗 你们有几个愿意的 可以走到前面来 可以走到前面 不要 像这个 我们这样吧 我们这个短圈就站在上面来好了 好吧 这样呢我们有一些空间 好吧 你身体有疾病 或者有一个需要祷告的 我们短圈队员可以 刚才像我讲的 带着这个短圈的这个洗礼 带着在西墙祷告的恩高 来可以为你祷告 我们用这首诗歌 来作为我们对今天的这个回应 我们本来呢 还有去年还有机会呢 去阿拉伯人当中传福音 但是今年呢 就是因为这个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发起冲突了 所以很多地方又接上加上的是Ramadan 所以我们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阿拉伯人 我们只有在我们所住的宣教会的招待所的那个负责 负责那个住的招待所的那个同工叫Ramance 他是巴勒斯坦人 那我跟他有比较好的交通啊 我送他一个小礼物 我说我有一个东西托你在这里啊 他很好很忠实的在在在在帮我保存了这个东西 那我们呢就是因为呢 神很神盼望了他的儿女都能够都能够在一起啊 能够成为真正成为天父的儿女 因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这种冲突呢 在这个世代要借着我们华人能够把真正的平安带到他们当中 只有犹太人都信耶稣 阿拉伯人也真正的信耶稣 我们华人在中间帮助他们 能够让他们都能够回到神的神的面前 我们也把犹太人阿拉伯人我们华人都一起在在我的面前 不是就是靠着你的我 有神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来完成这个大使命啊 好 来 记得那一遍地独发过你 我足处在入雪中 我奔向家庭不求 说话我愿意跟头 我朝自门里下走 我父母在想着 我爸的心还有伤痛 我让你孩子快回到家庭 我父母应该回耶路上的 让我母都知道你的理 牵着石头之路勇敢解析 知道自己做你的见证 他不应该回耶路上的 这是你给我们的命迪 我父母的心里 这题独发不上去 我父母在想着 我父母地尚 我父母即使 他都知道我的心里 我母亲不是你 那령我父母太祥 我父母太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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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